我是来自基层的银大代表 就要为百姓发声 为百姓履职 了解社会 把老百姓极难筹判的事 落实办好 那今年我来到两会 带来了三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是 关于支持实施兰州铁路枢纽 优化提升工程的建议 第二条建议是 关于支持西部地区 退役军营就业创业的建议 第三条建议是 关于在全国实施创新慈善 助力共同富裕的工程建议 那我这次到两会来的 关键词是基层 从脱贫空间到乡村最新 我带领我的团队 走过十年路程 现在和该书十多个乡镇村企合作 企业 落地产业 研发品牌技术 研把品质 解决就业 开发市场 做好运营 我们一路走来 合作的成功秘籍是 诚信 情怀 包容 折印 使命 和初心 直播带货银材 良幼不起 整体数字 有待提高 建议建立乡村振兴 电商银材 培育基地 大力培养乡村振兴 电商银材 通过有权威和有影响力的机构 把全国各地的乡村主播组织起来 形成联合力量和优势 我在西部创业到参与脱贫工间和现在的乡村振兴 一直带领妇女就业创业 同时我带领她们学技术 有一技之长 保证收入稳定 我现在带领500多名妇女 在我们企业工作 她们中有开叉车的 有菌种技术的 有设备能手 有技术专员 我因为妇女在社会发展中 真的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